餐厅里男人在女孩面前坐下 毫不避讳的 将女孩喝过的饮料一饮而尽 看样子他已经做过很多类似的事情 接着他邀请女孩玩一个游戏 清纯的少女立刻被吸引住 没有进行过多思考 他精心打扮一番 欣然赴约 可是没想到 男人居然还多带了三个人 就这样 四个男人把女孩骗到了郊外 在这漆黑的森林里 竟然还排放着几张破沙发 看样子他们没少来这里 几人坐在沙发上 微微问他们平常在这里做什么 男人说聊天讲故事玩游戏 另一个男人趁机问微微想不想玩游戏 微微自然是想的 但是他需要知道要玩什么 汤姆说真心话大冒险 这恰巧是微微最爱玩的游戏 游戏开始前女孩掏出一瓶酒 打算活跃一下气氛 所有人都喝了一口 唯独汤姆没有喝 游戏开始后 男人掏出一个布袋 他抽中了真心话 女孩问 你做过最坏的事是什么 汤姆说是他第一次去狩猎 十岁那年 父亲丢给他一把手枪 但他只打中了兔子的腿 看到兔子逃跑 父亲立刻拔出匕首 让他去了结他 他没狠下心放跑了那只兔子 女孩不解 这不是积德的好事吗 但男人表示 那只兔子可能死于饥饿 或者被狼吃掉 抑或是死于感人 但如果当时杀了他 兔子也就不用经历那么多磨难了 他说的一脸悲痛 女孩却听得心底发凉 紧接着轮到下一个男人了 男人选大冒险 他抽到的要求是杀死一样东西 几个人相互对视一眼 男人起身走到旁边的草地上 抓起一条蚯蚓 送到嘴里还一脸享受 薇薇被恶心到捂住了嘴巴 接着轮到薇薇了 这次薇薇抽到的是被绑起来 汤姆一脸兴奋地抽出一根皮带 把他的双手捆了起来 从此刻开始 他不能使用双手 游戏还在继续 结果下一个还是薇薇 男人帮他抽取了一个牌 上面竟然写着去死 女孩吓得大喊救命 但他越喊这些人渣就越兴奋 汤姆让所有人闭上眼 又给薇薇五分钟时间逃跑 时间一到 四个男人将会对他展开捕杀 薇薇绝望地大喊救命 听到他的哭喊 这些男人现出了禽兽的一面 看着薇薇哀求的模样 男人们迫不及待地 宣布狩猎游戏正式开始 女孩拔腿就跑 跑进树林后 他熟练地解开双手上的腰带 脱下高跟鞋 绑起头发 擦掉眼泪 眼神变得冷俊 这次他要反杀四人 第一个目标就是最张狂的老二 老二是一个变态 最喜欢的就是拿着斧头挥舞 但是他们所有人不知道的是 薇薇给他们喝的酒中被下了药 那是最强的致幻剂 只需要一口就能看见心底最害怕的事情 老二在黑暗中追寻薇薇的时候 忽然看见两个熊猫人出现在自己面前 熊猫人一高一矮 这正是他最害怕的东西 看着熊猫头一点一点逼紧 此刻的他已经完全丧失理智了 举起斧头一边狂叫一边挥舞 微微轻松夺过迎面而来的攻击 随后一套军体拳 把斧头难料倒在地 等他被逼到树根旁时 微微捡起斧头 成功让他感受到什么叫做敞开心扉 成功解决了一个目标后 接下来就是老三 不得不说 老三长得人高马大 但却是一个心理幼稚的妈宝 甚至在吃完正餐后 都要让他妈给他冰激凌吃 他之所以有这种心理 都是老三在小的时候被绑架过 那次绑架给他留下来不小的心理阴影 从此他格外依赖母亲 在他的幻觉出现了一群蒙面男子 他看到自己被绑匪包围 彻底崩溃 只能无助地大喊妈妈 女孩趁机上前 瞬间夺走他的武器 然后绕到背后用出锁活必杀机 但老三身强力壮 反而把女孩扔了出去 不过他的意识越来越混乱 好像在被十几个劫匪殴打 最后他瘫痪在地 骑在他的身上 微微骑在他的身体上 举起一块石头狠狠地朝他脑袋砸了上去 第三个目标很自卑 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朋友 但一直怀疑对方和汤姆不清不白 他最怕的就是女朋友抛弃他 可在幻境中 一切都发生了 看着这对不知廉耻的男女 老四怒不可遏 冲上去扑倒汤姆重拳伺候 接着回头用力掐女朋友的脖子 可下一秒 女朋友变成了微微 微微将老四的手甩开 用力压住他 接着狠狠掐住他的脖子 完成三杀 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老大汤姆 汤姆陆续发现了同伴的尸体 看着死状惨烈的尸体 他意识到一切都是微微干的 顺着痕迹 他一路找到湖边 果然看到了微微 微微虽然忌讳汤姆没有喝下药酒 但还是擦拳魔掌准备开始下一场战斗 没想到汤姆竟然不急不慢的 要再玩一场真心话 他问微微为什么同伴会神志不清 女孩说是因为酒里下了药 汤姆暗自庆幸 还好自己没有喝酒 接着女孩又问 你们杀了多少个女孩 汤姆说算上微微的话一共21个 听到这里 微微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立刻就要开启战斗模式 两人打得难分胜负 可是微微刚刚解决三人 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 很快便被压倒在地 千钧一发之际 微微用出必杀技所侯雷晕汤姆 看着他 微微掏出那瓶置换的酒 他不想让对方轻松去死 凡是恶魔皆不能安然去世 他要让对方在恐惧中去世 等到男人再次睁眼时 他发现自己双手被绑 脚下垫着石头 被吊在树上动弹不得 此时此刻他终于有点害怕 他不停地求饶 祈求微微放他一马 可他这般虚伪的模样 早就让微微觉得厌倦 微微说自己只想 从他身上得到一样东西 汤姆问是什么 下一秒 置换酒发挥作用 汤姆看见一群女孩的亡魂 向他飘来 看着这些被自己猎杀的 无辜少女 他吓得连连后退 然后一脚踩空 吊死在了树上 在别人眼中 这起事件就变成了 汤姆杀害同伙后 畏罪自杀的案件 之后微微的教练 带着微微来到最开始的餐厅 点了一份华夫饼 微微用手指调起奶油 放在嘴巴里 似乎在证明自己 已经能够独当一面 其实微微对教练 有一份情愫 微微小时候天赋异禀 面对着一张复杂的迷宫 成年人都需要15分钟 才能找到出口 而这个年仅6岁的微微 只用了几秒钟就完成了 这就已经能够看出 他有着多么优秀的 观察能力和思考能力 紧接着教练又给他 出了另一道题 他让微微闭眼后 去思考自己住过的 第一个房子 然后问他从门口到卧室有几步 微微略微思考后 说有16步 男人又问 从卧室到卫生间 需要多少步 女孩回答7步 男人又接着刁难微微 问他在卫生间看到了什么 微微不仅说出了 脑海中物品的名字 还准确地说出 他们的颜色 功效成分 很明显 这个微微是一个天才 这让男人很满意 于是男人将这个 失去双亲的女孩带走 用尽资源将女孩培养 将他打造成一个杀手 一晃十几年过去 男人还在对微微 进行杀手职业训练 作为一个合格的杀手 必须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 接着教练说 微微虽然记忆成熟 但如果在水下和人作战 将一败涂地 微微不以为然 因为他觉得自己 可以直接用枪杀人 教练把自己的手枪扔给微微 让他向自己开枪 犹豫片刻后 女孩瞄准叫关 扣下扳机 但是没想到枪里 根本没有子弹 教练这事提醒他 用枪你早晚会把子弹用完 到时候你要怎么办 我可以用周围的石子你呢 你知道没有子弹的枪是什么吗 什么也不是 之后教官还交给了 他锁后必杀机 结果微微用力过猛 差点把教官闷过去 格斗也是必休克 微微的接受能力很强 几天过去就掌握全部技巧 只用十几秒 就组装起一把手枪 这天教练带他到酒吧 找了一个老色狼练手 女孩将老头诱惑到厕所后 果断将其掐晕 教练走进来后表扬他的表现 苏醒过来的老头一脸猛 问自己怎么会在地上 教练随便找了一个借口糊弄过去 想要成为合格的杀手 微微还要接受最后一个考验 教练把他捆在手术台上 将药物注射进他的身体里 几分钟后 他开始出现幻觉 环境中教练在车上计时 而微微则在执行任务 他熟练的格斗技巧朝朝毕命 但最后却差点被对方反杀 这时教官及时就场一枪崩了对方 此时微微醒了过来 教练走进医疗室宣告了他的失败 为了培养他所花费的时间金钱等资源 全都被浪费了 然后拿起刀刺向他的心脏 此时微微被一桶凉水泼得再次醒来 原来刚刚的一切才是真正的幻境 微微问教官你真的会这样做吗 教官顾左右而言他 只是让他必须保持敏捷 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保持专注 哪怕在被下了药的情况下 也要如此 最终他迎来第一次任务 对方专门将无故女孩骗到森林里 戏耍一番后当作动物一样猎杀 也就是上面说的那四个人渣 故事像是一幕幕舞台剧 一幕幕的转换 展现出各色人的各自特点 或虚伪 或恋母 或癫狂 或迷信自我 但是所有人都有恐惧 恐惧即使弱点可以逐个鸡婆 好了 故事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嘛